以内甲管 它的报告传染病它有要求的 就是说你一旦诊断以后 你要求在两小时以内完成报告 如果是以内医管的话 它的报告实现就从两小时 那么延到24小时 它的紧迫性就不一样了 那么再有一个从采取的措施来看的话 对于以内甲管的 可以采取一些强制性的措施 包括强制的隔离 强制的治疗 那么对于以内医管的 那么原则上这些措施就不会上 那么更多的病人的话 都会有自主的选择了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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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括病床的准备 都要进行积极的准备和动员 就是应对这种可能来的感染的高峰